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小财 春天已经到了 咱们也该换上比较轻薄的睡衣了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几款比较舒服的家居服 因为在家穿的,还有睡觉穿的 舒适度肯定是排在首位的嘛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皱布的睡衣 我对皱布可以说是情幼独钟啊 因为它穿在身上特别轻特别柔 比唇面的要更加轻敷 而且透气性和舒适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衣服一轻啊 你就会觉得穿在身上是完全没有舒服感的 在心理上就会觉得好像更舒服了 然后皱布它的材料呢也是百分之百纯棉的 但是它看起来就好像是棉纱一样的 是这种褶皱型的,非常的柔软 这个也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制作工艺 然后它在设计上也是比较简约的V字翻领 然后在领子啊,袖口还有裤腿 都做了一个不同颜色的包边嵌条 包括口袋上也做了一个月亮的图案 这样整体看起来它就没有那么单调 这种款上身也是比较不容易过时的 就是比较经典的款式 然后女生款呢也还有其他的颜色哈 我选白色纯粹是因为皱布的睡衣粉色的黄色的 我都已经有了 这一次就只想要一个白色的 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哈 它是春夏秋都可以穿的 第二个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薄款的纯棉套装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拉架棉的 就是在纯棉里面加上了一点点的安伦 所以它摸起来也是非常细腻柔软的 弹性很好 穿着也很轻肤顺滑 而且它的厚度是偏薄的 是非常适合春夏来穿的 舒适度也是没得说的 这个款呢和我们刚刚看的皱布的款式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它不是素色的 图案比较多样 就会更时尚一点 我穿的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零星格纹 这种也是比较不容易过时的 我们穿着在小区里遛个弯 或者是取个快递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吧 这个款式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就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熊猫款的 也是比较好看的 最近咱们的大熊猫花花很火嘛 所以看见这个熊猫就觉得特别可爱 它是在全身不规则分布的 然后也是做了一个溢色的包边嵌条 这个款它是一个情侣款的 比较有少女性的姐妹可以选这个 然后呢是一套款式 稍稍有些特别的 它不是翻领也不是圆领 它是一个开衫的威领 然后裤子虽然和衣服是同色 但是它还多加了一个条纹的设计 整体看上去是要比素色更加出彩的 然后它的这个面料呢也是跟前面两款都是一样的 棉的部分采用的是新疆棉 上身的舒适度都是不错的 非常的顺滑 这三个款呢也都是比较适合春夏去穿的 最后一套呢是一个有点厚度的法兰绒的家居服 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北方地区温度是比较低的嘛 所以考虑到地域的问题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姐妹需要补那么薄的 这个厚度呢它就是刚刚好适合春秋冬去穿的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无印封 是百分之百纯面的 然后做了一个双面的磨毛拉伦工艺 摸起来就是很舒服的 另外侧边呢它是没有侧缝的 因为有些衣服它是前后两片拼接起来的嘛 这种没有侧缝的 整体是一片穿上去也会更加舒服一些 包括它整体的做工啊走线都是非常好的 上身也是比较柔软厚实 但是样子呢就是比较普通一点 属于一个比较经典的款式吧 毕竟也是流行好多年了 但是现在像我在南方穿的话 这个季节就会有点热了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哈 然后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这一次所有的款 裤腰都是比较贴合 但是完全不勒的 弹性是完全够的 大家可以放心穿哈 会勒肚子的松紧不是好松紧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这些了 喜欢的姐妹可以赶紧去囤起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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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